中美贸易紧张情势升温 但有许多中国内部人士披露 中国两会所营造出厉害了我的国的虚假氛围 与中国民主主义的外强中干正在渐渐显现 还形容这样的心态是清朝当年的义和团精神 中国科技日报总编刘亚东批评 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相比 差距很大是常事 但却偏偏有人要鼓吹中国全面超越美国 而中国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小 在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上 也提到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其中还引用了中国国歌的歌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李小说不敢说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 但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 香港资深媒体人李怡在苹果的一篇专栏中指出 有些学者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就是义和团精神 极盲目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行动支付高铁等新四大发明就是知识上的义和团 而一带一路就是政治上的义和团 李小指出不惜一切代价的说法令人匪夷所思 反问难道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时代吗 李怡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 不是因为外在力量造成 一切危险都是自身的义和团性格带来的 长期以来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国民族主义 试图安稳民心但是这样义和团式的戏码重演 已经开始被人试破 新闻时事报记者有黄仁杰 整理报道